民众用水柱清洗冷气机的滤网 超后了一层灰尘 脏得可怕 外面看起来像是居家清洁 但其实这地点是在汽车旅馆 而帮忙洗滤网的人 还是来住宿的房客 房客彭文抱怨说 自己第一次花钱去汽车旅馆 还帮忙洗冷气 他们跟柜台反映说 冷气不冷还会滴水 询问有没有电风扇 对方回答说没有 而这名房客只好自己检查 还拆滤网来洗 说真的是脏到不可思议 还说逆盛透热水饮水机 水流颜色异常 杯子底层还有脏东西 打开饮水机一开始流出来的水 看起来没什么问题 后来越来越黄 让这名客人真的是超级傻眼 杯子底层也很脏 但让他更无奈的还有 他说老婆还在喂奶 但冰箱调到最冷 比他家的冷气还要热 体感温度大概只有25度 根本没有办法存放母奶 还去借员工冰箱 讽刺这就是网路上说的豪华房型 让他直呼真的是悲哀的台南游 被投诉的就是台南一间汽车旅馆 业者不愿意接受访问 但私下透露 对方当下没有跟他们要求换房间 被问到谁有黄色异物 他们表示 如果房间很久没有使用 确实可能会有沉淀物 他们也是第一次遇到有客人这样反应 而对于网路上的批评 他们都是虚心接受 记得台南综合报导